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它的层次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特别是我们希望它的画面上有时候会留一点点空白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亮光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皮肤是会发光的 是非常光滑平滑的 那记得画女性皮肤的时候 尽量不要在它的皮肤上留下笔触 以免感觉到它的皮肤是非常粗糙的 好 等它稍微有一点点干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继续陆续上第二层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同样的一支麦克笔 就能创造不同的层次感出来 而且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画面 因为这个女性的皮肤已经慢慢有一个立体感的浮现 还有它的光源也出现了 那一般来讲 我是会假设 光源是从画面上的左上角打上来的一层光 所以它的阴影应该会产生在右下角 好 稍微等了30秒之后 我们开始用4号的灰色的麦克笔来上更深一层的阴影 那原则上我们画女性角色 它的阴影不需要像男性一样画的那么层次分明 我们大致标示出一点点它的粒粒感就可以了 特别是在眼神的表现上头 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多加练习 因为稍微画错了 你可能会觉得那画面那眼神就不对 它的那个灵性就会跑掉 好 接下来我们也顺便把口红跟眉毛的部分给它标示出来 然后它的颈部以下的阴影 这个时候也可以用4号来把它表现出来 那记得画面课笔不要速度不要太慢 那趁着水分还没干之前 赶快把它的透明感跟它的立体感给它涂出来 好 脸部跟皮肤的部分大致已经完成了 接着我们再拿6号的麦克笔呢 开始刷它的头发的这个基底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虽然没有用到黑色 但是我基本上用深灰色来表示它的黑色的头发 因为我希望它的头发待会在上色的时候会有光泽 所以呢我会用比较灰色的颜色来取代黑色 那各位画头发的时候 切记不要太过于描述它的细节 因为我们稍微画一个底之后 我们待会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一些留白的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到它头发的光泽 这个可以不一定要比照照片 有时候可以凭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就可以创造出它的表面头发的层次 好接下来我们再用更深的颜色就用到8号 我们把它打到这个头发的阴影把它制造出来 其实各位在画头发的时候不要一根一根的去描述 有时候你只要把它的光影表示出来就好了 而且麦克笔是一种非常快速的工具 真的不需要把它当作色铅笔 或是像是油画这样子 要花那么多时间来画 平均一张的麦克笔 可能你在全程的绘画过程 只要在10分钟之内完成就可以了 那这有赖同学们平时在课堂 以及课语时候要多加练习 真的多练习的话 你的这个手感还有用色技巧 甚至于它的水分掌控程度 就会越加熟练 好最后我再把油性笔再拿出来 仔细的在这个它的轮廓上做最后的修饰 特别是在眼神的部分 要特别注意 还有这个眉毛的部分 还有嘴窝 那我的习惯就是会在它的四周加了一些笔触 那各位有发现到这种笔触效果 让你感觉到这个作品是有点像是塑写的 比较随性 但是也可以让你表现出一种设计师在画设计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非常的自由 而且蛮有趣的 大家不妨试试看 这些效果的话可有可无 但是有时候就会让你的这个稿子看起来就蛮有趣味性的啊 而且比较有那种所谓的手感 那大家在不断练习的时候 偶尔也可以来尝试看看 好大致就这样完成了 那这个是前后的对比 那是不是很有趣呢 希望大家能够在有空的时候多多练习麦克比的表现技法 我让你打开 utilize 有种语言 帮助 想念 发生